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蕾三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至爱电影《爱情天梯》 此时的红姑已经16岁 父亲为了让红姑有个安逸的生活 将她许配给了家境饮食的沈家 宋家的队伍浩浩荡荡 人们都沉浸于喜悦之中 就在这时,一个小孩拦住了花椒 宋家的教父笑问道,为何拦叫 小孩张张满嘴的虫牙说道 我就想要新娘子摸我 众人瞬间开怀大笑 说道小小孩童满是鬼话 小孩反驳道,三叔说被新娘子抚摸虫牙 就会很快长出新牙 红姑看着人小鬼大的孩子奄然一笑 最终还是用手轻轻抚摸了小孩的虫牙 谁能想到,这偶然的相遇 让两人有了不解之缘 十年光阴转瞬即逝 此时的红姑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生活简单安逸 然而平凡的生活还是被突如其来的恶耗打断 红姑和孩子正在游放花灯 家里的佣人让红姑急忙回家 原来红姑的丈夫因为盗墓被毒蝎子意外咬伤 可能时日不多 而婆婆病急乱投医 听醒了算命先士的话 打算为儿子制作寿财 充一充血气 于是找到了木匠石山 虽然石山年纪不大 但是木工瓦匠的活计样样精通 没过几天就把寿财备好 可是红姑的丈夫最终没能熬过当晚撒手人寰 石山看着红姑孤儿寡母心中满是怜爱 而顶梁柱的离世让沈家开始破败 用人们纷纷请辞 只有木匠石山愿意留下来共患难 也正是石山的帮助让红姑熬过了最悲伤的时间 甚至他们自己酿酒栽到镇上售卖 收获满满的红姑看着手里的钱 计划着给孩子们买肉加衣 没想到突遇大雨洗礼 红乱之间红姑意外扭伤脚踝 石山也顾不得难与有别 握住红姑的脚踝一个使劲就恢复如初 感激涕铃的红姑为石山擦去了雨水 此时的石山心话怒放 原来这个懵懂少年早已情斗初开 这天红姑外出刷洗衣物 突然被一个男人扑倒在河里 打算霸王硬上弓 好在石山及时出现 痛扁了这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不是善人 他纠结了几个无赖打算报仇 在石山和红姑返回家中的路上 对石山一番修理 红姑急忙上前护住石山 可是无赖直接将马车上的酒坛砸碎 随后扬肠而去 此时的石山身受重伤 红姑心疼地擦拭着他的伤口 而石山脑海里满是红姑出驾式的样子 他告诉红姑 你还记得我吗 此时的红姑幡然喜悟 原来是你 一股异样的感情瞬间奔发 不久 红姑和石山再次酿酒 而石山意外和红姑双手相处 一心的诱惑 让石山终于把持不住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可是红姑始终无法释坏自己的过往 毕竟自己已经为人父母 而且还比石山大了十岁 可是石山却满不在乎 只愿和红姑一生一世 但是红姑的婆婆拒绝了二人的婚事 而另一边 石山的父亲也不同意 那么多黄花闺女瞧不上 非看上一个寡妇 你这是让我们世家抬不起头啊 可是石山依旧我行我素 当红姑和石山再次上街时 玲玲异样的眼光仿佛要将两人拨个干干净净 甚至有人挑事出红姑的眉头 石山气不过动手打了人 此时的红姑兴盛动摇 于是在婆婆的劝告下 打算改嫁他人 可是石山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 要寻找一个世外桃源和红姑相守一生 于是在红姑改嫁当天抢走他 来到了属于他们的家 空气的天地 炙热的火苗 一切是那么淡然 甚至石山还将四个孩子带上了山 开始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 粮食不够 他们就开荒阔土 房子不够 他们就茅草作家 就这样孤寂潦倒的生活 渐渐舒适安逸 本以为红姑和石山会这样继续祥和安宁的生活下去 可是大女儿的意外坠崖身亡 让所有人痛苦不堪 于是石山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早山开路 风雨无阻 雷打不动 石山耗尽必胜心血 终于开造出了6208节台阶 而石山也在漫无希望的早山期间 引来了自己的四个孩子 可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孩子慢慢长大 他们必须下山上学 好在奶奶最终接受了石山和红姑 让他们安心的在山下上学 转眼间 孩子们已经成家立业 有的忙碌工作 有的结婚生子 有的当兵为国 总之都有好的未来 而石山和红姑依旧在大山剧中生活 不久的几天 就是他们上山的55周年纪念日 在孩子们的建议下 红姑和石山打算下山看看 顺便拍张结婚照 看似幸福甜蜜的生活却突然破碎 石山因为心脏病突发 倒在了自己开凿的爱情天梯上撒手人寰 留下红姑一个人悲伤呼喊 从此世外桃源成双入队的恋人 小时不见只留下一个孤独歌唱的老妇 这歌声或许孤独或许悲凉或许无憾 人说相爱容易相守难 再努力的爱情也抵不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喜恋 再恩爱的岁月也抵不过死亡的情史 但是那些快乐甜美的记忆 却伴随着我们的生命一起消失 这何尝不是相爱到老一生不弃的赤言 石山和红姑相爱相守五十六年 风雨共济酸甜共长 愿你所爱之人和爱你之人 有史诗般长久 有钻石般永恒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一波点赞收藏加关注吧 拜拜